如何看待经济内外交困的以色列突然从加沙撤军了呢 一句话 军事神话破灭之后 以色列的经济神话恐怕也要破了 自从去年10月份开打 以色列为了对付这个哈马斯 每天烧掉了2.69亿美元 累计烧掉了将近10%的GDP 同时还外借了80亿美元 甚至要关停10个政府部门来填坑 可这仗还是越打越难砍 死了至少3万多无辜的平民 小小的加沙战场打成了一锅加生饭 在联合国呼吁武器禁运的一片骂声当中 撤出了大部分的地面部队 曾经的一个打一群的中东小霸王 如今却陷入了国际孤立 走入了打又啃不下来 不打又不甘心 耗也耗不起的死胡同 过去20多年 以色列呢 号称创业国度经济奇迹全球科技中心 上市公司呢 也仅次于中美 GDP几百倍于加沙呀 综合势力悬殊呢 也远大于越南战争 但为什么 连一场单边碾压的低技术战争 都支撑不了了呢 说到底呢 还是以色列常年脱石就虚的 基本经济盘 这里边水分太多了 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几个数据吧 近20年的以色列的GDP 增长到了5000多亿美元 而同期海外的净资产翻了7倍 近7000亿美元 同期呢 国内工业增长还不到两倍 出口增长的也只有两倍 说明增长的财富呢 是大量的留在了海外 而且出口主力呢 还都是钻石打磨抛光 这种行业放在印度阿拉伯 那都不能算是高科技吧 结果呢 以色列号称科技国度 出口商品里边的高科技产品的比例 还不如咱们中国 800多亿美元的服务出口当中 知识产权费的收入 也只有20多亿美元 接近一半呢 还是疫情期间 卖医药疫苗技术增长起来的 跟他科技创新之国的地位 好像真的完全不匹配呀 数据呢 是不会骗人的 所谓创新创业的奇迹背后 实际上的却是一条 脱时就须过度金融化 资产外流的歧路 在历史上呢 以色列土地狭小资源溃乏 还要面对阿拉伯国家围攻 背靠美国的援助 才打赢了几次中东战争 但是美国支持打仗是可以的 发展经济呀 那就得靠自己了 像日本韩国 都是靠出口贸易起家的 以色列呢 却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 而且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援助呢 也开始变得小气了 于是呢 趁着互联网经济兴起 要啥啥没有的 以色列政府 为了来钱 就推出了亚泽马计划 一边打点华尔街的 犹太老乡们 一边呢 出钱去鼓励万众创业 而且呢 赚钱归你的 赔钱我包着 所以呢 很多的以色列人 就在本土招人搞开发 把公司呢 注册在美国 一旦获得几轮融资呢 就卖给大公司 或者说是美股上市去圈钱 然后就开始下一个项目 给以色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裁员 截止到2023年 80%的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 在美国注册 大部分的都卖给了美国公司 光英特尔就投资 和收购了30多家公司 累计投资近500亿美元 很长的时间里边呢 连中国的投资大佬啊 都喜欢去以色列 只要有以色列的背书 通往华尔街上市的道路啊 就会变得顺畅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谈起以色列经济 总会说是风头之国 创新国度 可是呢 30年来 以色列政府孵化了6000多家企业 创业总数仅次于硅谷 纳斯达克上市的数量 全球也仅次于中美 但是极少有全球大众知名 影响力的科技公司 大部分都是一些上游技术研发 主要还集中在生物之药 往往呢 在前期就把它给卖了 缺乏后续的落地和配套 连以色列自己人呢 都写了一本书 在问创投之国 然后呢 书中反思说啊 大量创投公司 无法形成本国完整的产业链 没有带来更多就业和产品 无法汇集大多数普通的 以色列人 可以说 以色列发达的教育和科学底蕴 基本的都止步于金融市场了 所以呢 作者认为 一旦形势有变 就可能使以色列的经济 付诸东流 经济政策 也就会因此而失灵 比如呢 以色列发明了不少 先进的农业技术 又占了巴勒斯坦地区 绝大多数的土地 但是重的呢 都是一些高附加值作物 宁可出口欧洲赚钱 自己主要粮食的自给率呢 却不到5% 食品价格也都是居高不下的 人均GDP超过日本 人均购买力呢 却还不如韩国 另外一方面 少数人大量创投卖公司赚来的钱 要么大把投资到国外远离战火 要么呢 就是国内买房 推高物价通胀 还有高涨的股市 甚至呢 以色列国民银行 也是顶着国际组织的警告 帮着大户们避税 开支庞大的政府呢 却收不到足够的钱 债务也越来越高 这以色列呢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但尝试的道路啊 都被自己人给断送了 1996年的时候 为了让以色列经济自我造血 美国呢 撮合约旦埃及 建立了大量以色列工业免税区 产品呢 从成衣到数码 只要由以色列投资 阿拉伯人出人出地 美国免税 照单全收 以色列呢 还曾经试图跟周边呢 缓和关系 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修建从海法港口到约旦的铁路 计划呢 跟沙特 卡塔尔 巴林 阿联酋等国家的铁路网 进行接轨 把地中海跟波斯湾连接起来 让中东变成自己的经济腹地 就连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来说 也是降低社会成本跟通胀的良药 仅仅雇佣巴勒斯坦劳工 每年就能够省20亿美元服务之处 一旦连接起整个中东地区的人力 能源和经济腹地 以色列的金融跟技术优势 就将会发挥到最大 可惜呢 这些都白努力了 最后还是葬送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现在主导以色列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 早就已经跟整个中东结下了血海深仇 经济就只能够依赖于创投的风口 彻底变成了孤悬于中东的华尔街非地 金融科技精英跟普通人的贫富差距 是不断的拉大 连以色列精锐的先锋部队出身入死 一天的工资 也就只够买施景品可乐 士气和战斗素养全面下滑 这才被哈马斯在去年一击得手 如今打了大半年 匆忙间撤军的时候 乙军不但惹怒了伊朗 还放话进攻难民最后的营地 这连西方的盟友都看不下去了 爱尔兰主权基金这两天带头撤走了 六家以色列公司的投资 全球创投资本 文风撤退也只在旦夕之间 本就根基虚浮的以色列经济将会更加的脆弱不堪 最终被一层层的扒掉神话的外衣 知库上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都说二战投降的法国 早在一战的时候就打光了一代人呢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么说的 当濒临崩溃的士兵从法尔登 绞肉计一样的战场 回到200多公里的后方巴黎 看到的是歌舞生平 纸醉金迷的城市 而自己一天死里逃生的津贴 还买不了一瓶劣质的红酒时 曾经的霸主就已经彻底沦落了 关注小瑶知性理性更懂人性